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别人25岁的时候 正在谈甜甜的恋爱 而我25岁 已经成了离婚妇女 我没敢和我爸妈说 怕他们一气之下 把我狗腿打断 我正愁着 该编一个合理的理由 告诉他们二老 门铃响起 我颤颤巍巍前去开门 生怕是我爸妈听到什么风声过来 大一灭亲了 结果门一开 我前夫站在门外 他胡子拉扎 身上的衬衫都皱了 西装也染上了咖啡子 原来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凌乱不堪 之前霸道总裁的气势不复存在 是的 我前夫也没怎么了不起 也就是一家上市公司总裁 身价数十亿而已 我开口 你这是被打劫了吗 否则以他的洁癖程度 怎么能忍受自己这么拉里拉遢的样子 傅振婷尴尴尬一笑 我破产了 你能不能暂时收留我一下 十分钟之后 傅振婷坐在餐椅上 正埋头吃面 看他吃面的速度 很明显已经饿了几天了 不是吧 真破产了 我也没看到新闻啊 我小心翼翼坐到他对面 尽量不伤害他本来脆弱的心灵 你真的破产了吗 你的那些别墅 跑车 游艇之类的呢 他放下筷子 深深叹了口气 全都抵押了 他自嘲一笑 掏出空空如也的钱包 我现在身无分文 如果你不收留我 我真的得去天桥底下 和那些流浪汉挤一挤了 说完 他又望向我 你会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收留我吧 我犹豫了 哪有刚离婚 前夫就回来求合住的 这一点都不符合离婚规律 按理说 我们应该老死不相往来 我和傅振婷 不是因为爱情才结婚 更不是因为出轨才离婚 我和她 是被傅振婷的奶奶 强行组的CP 我是傅振婷奶奶的私人护工 每天端屎端尿 尽职尽责照顾她 而她最后的愿望 就是希望自己的宝贝孙子 和我结婚 说来 真是狗血 他妈给狗血开门 狗血到家了 因为傅振婷连反抗都没有 直接同意了 婚后 虽然她没有碰我一根手指头 但对我那是好到无以复加 有什么好吃好喝好玩的 从来不会忘记我 所以 想到这里 我心软了 好吧 我点了点头 你暂时住在这里吧 傅振婷本来眼巴巴地看着我 听到这句话 眼眸一亮 那就谢谢你了 晚上 睡觉成问题了 我租了房子 试一试一听 一个人住的时候 绰绰有余 但多一个人 我为难的望向傅振婷 我不想打地铺 我也不想睡沙发 我认床 但是 也不能让唐唐一总裁 虽然现在破产了 睡地板 他养尊处优习惯了 哪里受得了这种委屈 我看向了屋内两米的大床 傅振婷似乎看出了我的为难 主动拿着枕头去了沙发 嗯 还挺绅士的 晚上 我躺在床上刷新闻 刷到一条 林盛集团的消息 我立马点开 十分钟之后 我换下清凉的睡衣 换上小熊睡衣 去客厅找傅振婷 呜呜呜 他是真的破产了 好惨地说 不说公司被宣布破产 连他私人的一切财产都抵押了 估计还被闹事的员工 泼咖啡扔臭鸡蛋了 他前面进来的时候 身上一股味 这么惨了 我还让他睡沙发 我是人吗 我 客厅没开灯 但窗帘拉开 月光洒落 他站在阳台 遥望着夜空 背影孤独又寂寥 他一招从神坛跌落到地狱 这落差感 心理承受能力稍微差一点的 这会儿都站在天台 准备思考人生了吧 我这替人心疼的毛病又犯了 那个 我开口 傅振婷转身 他已经洗过澡了 头发乌黑又蓬松 几缕碎发落在额头 那双深邃的黑眸如漆黑的星子 让人看不透 我目光向下 他穿着微领的真丝睡衣 露出漂亮的一字锁骨 以及小麦色肌肤 非礼物事 非礼物事啊 我仰头 眼神左右乱飘 那个 今晚有点冷 我想了想 沙发太硬了 睡着很容易感冒 要不我们挤一挤吧 他沉吟 不确定地问我 你意思说 我们一起睡 什么叫我们一起睡啊 你别乱曲解 我的意思好吗 我一张脸烫得不行 舌头都不利索了 我我 我的意思是 我们睡一张床 盖棉被 纯聊天那种 你别误会 说完 我想打歪自己的狗嘴 这说的什么和什么呀 我听到一声轻笑 在抬头的时候 傅振亭已经恢复一本正经的样子 他点点头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 说完 他拿着枕头 从我身边走过 脚步相当的愉悦和轻快 我挠了挠头 总觉得哪里不对 不过很快 傅振亭就开心不起来了 他看着挡在中间的 一只长长的胡萝卜抱枕 嘴角微抽 林佳怡 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轻咳一声 那个 我睡觉有点不安分 怕晚上踢到你 所以隔一下 说完 我眼珠子乱飘 我哪里是害怕 晚上睡觉不安分踢到他 我是怕自己把持不住自己 一个狼穴沸腾 把他就低正法了 我这人 什么都有 就是节操少得可怜 他勾唇一笑 将胡萝卜抱枕拎开 一双桃花眼微微眯起 俯身靠近我 林佳怡 你是害怕踢到我 还是怕我对你图谋不轨 我往后仰 嗓子发干 你是那种人吗 他轻笑了一下 你这么信任我 当然信任了 否则我们结婚那么久 他都能把持住 明显就是对我没兴趣 但是 我对他有兴趣啊 要不是因为 打听到他初恋 要从国外回来 我怕他一时冲动 想不开抛弃我 我还不如先下手围墙 做感情上的强者 所以 我和他提出了离婚 我提离婚的时候 他什么都没说 第二天就同意了 唉 想起来 我们结婚草率 离婚更草率 呜呜呜 辛苦民政局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了 快睡吧 我抱着胡萝卜抱枕翻了个身 赶紧闭上眼睛装睡 装着装着 真睡着了 后半夜 我是被尿憋醒的 醒来之后 我发现 我手里的胡萝卜抱枕 已经换成了傅振亭 我整个人和八爪鱼一样 粘在他身上 他正面对着我 闭着眼睛 呼吸均匀地沉睡着 小夜灯还开着 所以我能清晰地看到 他又腻又长的睫毛 人都手剑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手 轻轻地拨了拨他的睫毛 他轻轻动了动 我吓得赶紧收回手 然后再慢慢收回脚 正当我要把它搭在我腰上的手臂挪开的时候 他睁开了眼睛 四目相对 我脚趾头都要扣出一座布达拉弓了 就这样对视了足足有五分钟 我才给自己找借口 不好意思啊 我就说我睡得不好 吵到你了 说完 我一咕噜爬起 他一把拉住我 温热的手掌握住我的手腕 我全身犹如通电一般 浑身发麻 我僵硬如机器人 傅振亭见我动都不动 有些疑惑 起身来到我身边 见眉微醋 关心道 你怎么了 麻 妈了 一日我醒来的时候 傅振亭已经不在床上了 想到昨晚发生的事情 我就丢脸丢到姥姥家了 可能起床起太急 我腿抽筋了 怎么都站不起来 又尿急 正要拉裤子上的时候 傅振亭二话不说 轻轻松松抱起我去了浴室 被公主抱的感觉 真的太美好了 只是 如果不是在那种丢脸干大的情境之下 就更好了 门被轻轻敲了敲 傅振亭低沉辞性的声音 想起 家姨 你醒了吗 醒的话 出来吃早餐 我轻轻嗚了一声 麻 马上来 等我收拾完出来 看到桌子上丰盛的早餐之后 我诧异不已 这都是你做的 不是啊 除了鸡蛋是我做的 其他是我订外卖 说着 他拿出尖椒的鸡蛋 不好意思一笑 糊了 那这别吃了 我放心了 总裁要是会搞事业 又会做菜 那真的天理不容了 小说里头那都是骗人的 有缺点的男人 才是真实的男人 所以 你哪来的钱买早餐 他沉吟 我把包卖了 好可怜啊 天之娇子 居然沦落到卖包买菜 我真的不知道 该说什么安慰他了 吃早饭的时候 我随口问了一句 对了 你包多少钱 他也随口回 也没多少 就十几万吧 巴搭 我的油条掉到了豆浆里 溅起了豆浆花 那你 十几万 Are you kidding 傅振亭没看到 我漆黑的脸色 还是一脸忧愁 你放心 我不会白吃白喝 我可以搬砖去 我忍着没仙桌 你搬个屁砖啊 我所有存款加起来 都没有你卖个包包多好吗 果然有钱人破产了 也比我这个屁名好 搬砖 该不会是搬进砖吧 在我打着十二万分疑惑的时候 傅振亭长叹一声 离婚的时候 我都说财产分你一半 结果你都不要 是哦 为啥我不要呢 我真是脑子瓦特了 可能我觉得受着有愧吧 所以离婚的时候 我选择赤条条来 赤条条去 连他们家一根牙签都没顺 没事 不是说钱是身外之物 再赚不就有了 我相信以你的聪明 你肯定可以东山再起 唉 我这替人难受的毛病又犯了 他很感动 然后下一秒 低一声 支付宝到账十五万 我 傅振亭一本正经 接下来要在你家吃吃喝喝 得费钱 这点钱 够用不 我眨了眨眼 何止够用 可以把你称死真的 就这样 傅振亭在我家住了下来 他吃完早饭 接了个电话便出去了 我问他 你不会真的去工地搬砖吧 他从一个身居高位 只需要动动手指头 签签合同文件 指点江山的总裁 到工地去被人呼来喝去 面朝黄土背朝天 想想就很心酸 明明已经有十几万了 还要这么拼吗 你在担心我吗 当时我问这话的时候 他手放在门坝上 眼里闪着小星星 我摇了摇头 不担心 他眸子按了下 很快又恢复肠色 接着笑笑 我走了 中午不用做我的饭 不过晚上 我能不能吃你 做的糖醋排骨 傅振亭的奶奶 生前最喜欢吃 我做的糖醋排骨 傅振亭三天两头来看奶奶 所以每次都能捞几块 我点点头 可以 内心吐蜑鼠尖叫 当然可以了 你放了十五万伙食费 在我这里 别说糖醋排骨了 黑金豹和牛 我都给你弄来 不过 咱也要省着点花 不是 其实 我又想偷偷跟踪傅振亭 想看看 他到底受什么苦 但我又怕他尴尬 忍住了 刚好我今天休假 吃完早饭之后 我便去市场买菜 我和菜市场的老板 都混熟了 卖肉的大叔 见我一直在挑肉 笑嘻嘻道 给你男人补身体呢 我愣了下 点头 搬砖 可不得多吃点肉不补 然后 我默认了傅振亭 是我男人 羞达达地开始选肉 我提着大包小包 要回家的时候 闺蜜打来电话 狗子 班长组织了同学聚会 那个装逼女 陈尖尖尖也来了 听说她要带什么 富二代男友来 哼 她在你面前装啥装哦 你男人可是货真价实的钻石王老五 林佳怡拿出你的魄力出来 狠狠地打她脸 我沉默 薄 可能不行 为啥 我无脸 因为我离婚了 而且钻石王老五他破产了 晚上 我做了一桌好吃的 傅振亭回来了 看到满桌子菜 傅振亭毫不吝啬地夸奖 你这手艺 我接话 不当厨子 是不是可惜了 他家里一块排骨放在我碗里 我怎么舍得让你当厨师 气氛 瞬间安静了 结婚以来 傅振亭和我相处 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相敬如宾 别说肢体接触了 就连甜言蜜语都没说过 结果现在 我们两人离婚了 他倒是百无禁忌了 我装傻 你多吃点 吃完饭 傅振亭主动要求洗碗 我本来想阻止 后面转念一想 如果我太小心翼翼 他会不会多想 那就麻烦你了 我微笑 十分钟之后 我笑不出来了 呜呜呜 我刚买的一套餐盘啊 就这么牺牲在傅振亭的 胡找之下了 看着满地碎片 傅振亭尴尬一笑 没事 我陪你一套 没事没事 一套餐盘而已 我俩一起蹲下来捡碎片 但因为没算好距离 砰了一声 两人额头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我被他撞得一个四脚朝天 倒在了地上 双腿还抽出了两下 呜 丢脸丢到家了 你没事吧 傅振亭过来扶我 没事没事 虽然我现在眼前都是小猩猩 他伸出手掌 轻轻揉着我的额头 动作小心翼翼 近距离下 他的节语尘而密 一双黑眸若天上角跃 里面还倒映着我的身影 我俩距离不过寸余 我都能感受到他的呼吸 你真的没事吗 脸怎么这么红 他问我 那那那 那是因为刚刚牛肉里面放了一点红酒 所以我上头了 根本不是喝红酒上头 而是被傅振亭搞得上头了 傅振亭微微一笑 好整以暇地看着我 哦 是吗 那为什么我没事呢 这叫围婉小德不 他非得拆穿我才开心嘛 什么人哪这是 我俩收拾完厨房 我鼓到饭后水果 傅振亭出门接了个电话 我就不明白 有什么电话 非得出门去接 搞得神神秘秘 莫不是 初恋情人打过来的吧 四几次 我切苹果的手都慢了一拍 心里一股酸涩的感觉喷涌而上 仿佛刚刚喝了两斤醋 因为 我正在脑海中脑补傅振亭 和他的初恋情人 久别重逢 泪撒一惊的场景 导致傅振亭走到我身边 我依然未察觉 然后 他叫了一声我的名字 我成功切到手了 见我流血 傅振亭面色一变 脸色沉得像便秘了十几天 上前握住我的手指 怎么这么不小心 大哥 不是我不小心 而是你吓人好吗 不过 他这是在紧张我吗 十分钟之后 我看着裹成萝卜的手指 嘴角微抽 你包的 他抬眸 静静地看着我 还真别致 我补充完 十分捧场 他伸手 轻轻拍了拍我的脑袋 一脸宠溺 这几天别碰水 有什么事情我来 你好好修养 我 只不过 手指割破一点皮 怎么搞得我残废了一样 其实没什么事情 就是割破点皮 明天就愈合了 我想起一个笑话 之前有个明星手指受伤 到了医院 医生震惊 你要是晚点来 这伤口就愈合了 说完 我发出呃呃呃的笑声 笑完 见他正直勾勾地盯着我 那眼神 仿佛融上了几十斤的麦芽糖 又年又天 我的笑戛然而止 此时此刻 内心的我正吐蜑鼠尖叫 天啊 为什么我要说这么没营养的冷笑话 虽然傅振婷已经是落魄的老板了 但人家气质和品味还没落魄呢 我低着头 若若道歉 不好意思啊 说了个没营养的冷笑话 不会 很好笑 尤其从你嘴里说出来 我挺爱听 我在照顾傅奶奶的时候 她尤其喜欢听笑话 我经常搜刮网络上最新的笑话给她听 有时候傅振婷来看奶奶 总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倚靠在门口 经常是我和傅奶奶 笑得前腐后痒的时候 一转头 便看到她们眼含笑的样子 我便收起笑容 正经微坐 傅先生 他朝我微微汗手 走了进来 宝贝孙子 你来了呀 傅奶奶看到傅振婷来了 苍老的面容展开一抹愉悦的笑容 我寻思着 她们祖孙良有话要说 便准备退场 结果 傅振婷叫住我 这里没有外人 你不用走 听到这句话 傅奶奶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们 我老脸一红 什么叫这里没外人 傅奶奶睡着之后 我送傅振婷出门 这里是本市最好的疗养院 一般没一点身份地位 以及money的人 是没资格住在这里 傅振婷因为忙着工作 没时间照顾傅奶奶 请专业的护理师来家中 傅奶奶又觉得孤单 所以就选了这里 在这儿 也有专业的护理师 营养师 医生 以及心理辅导师等等 最重要的是 傅奶奶可以有伴 和别人聊聊天 虽然 大部分都是我陪着傅奶奶说话 疗养院选址在山上 空气清新 绿意样然 鸟语花香 便是走在路上 深吸口气 便能感受到 灵魂被净化了一般 我和傅振婷 肩并肩走在满识绿音的小路上 沉默虚语 傅振婷开口 奶奶便拜托 你照顾了 我抬头 触上她那双清冷的毛子 心里一动 慌忙低下头 嗡了一声 你很紧张 我盲摇头 我不紧张啊 假的 不知道我为什么 我看到 她便心脏扑通扑通乱跳 嗓子发干 一句话都说不利索 也许是因为 她的气场太强大了吧 我一个小虾米 不敢在她面前造词 是吗 她轻笑一声 不紧张最好 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笑了 可是 在绿音 蓝天 白云的衬托下 那笑似能魅惑人心 一下子撞进了我心底最深处 闺蜜又打来电话 让我务必带着男人去撑场面 否则就要磨刀霍霍像猪羊 我就是猪羊 不得已 我只要求助傅振亭 傅振亭听完我的请求 坐在沙发上 左手食指轻轻敲了敲茶几 轻声道 你意思是说 让我以你老公的身份 出席同学会 我红着脸点点头 如果你为难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我俩一口同声 见她同意 我立马闭嘴 她勾唇一笑 这点小忙我还不至于不帮 何况我吃你的 助你的 必须得有点实际行动 你说是吧 吃我的助我的 可你付了呀 整整十五万呢 不过傅振亭苦恼 我现在破产了 都没一身好衣服 我来买 我举手 那择日不如撞日 现在去 现在 傅振亭不愧是生意人 坐视雷厉风行 拉着我下楼 看到门口停着的麦巴赫 我傻了 这是 傅振亭打开车门 手挡在车顶 我租的 这不是要谈生意 如果没一个好车成场面 别人连看都不看你 哦 是这样啊 我有些心疼傅振亭 他原本多么意气风华一人 现在只能委屈齐全 东山再起 对不起 我什么忙都帮不上 此时此刻 我挺无力 如果我也有点本事 那不就可以帮助他了 他愣了下 接着 那双眉眼如尽染了三月春色 温柔且依泥 傻瓜 这句傻瓜 喊得我脸红心跳 我们到了商场 傅振亭熟门熟路 进了一家高级定制西装店 趁他换衣服的时候 我偷偷看了一眼标签 顿时心跳加速 血压蹭蹭蹭往上爬 旁边的小姐姐端了咖啡 巧笑倩熙地看着我 您稍等片刻 这里有杂志 你可以看看 有什么需要 您可以叫我 我心虚地恩了一声 喝咖啡的时候 我寻思着我的存款 应该是可以买下一套 最基础的西装 就是 到时候 我好不容易存起来的存款 就打水漂 想想就心痛 为什么几块不要这么贵 我翻来覆去想不通 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傅振亭出来了 旁边的小姐姐 即便受过专业的培训 依然眼中难掩惊喜 而我 已经呆住了 直勾勾地望着她 傅振亭丹的上清俊如竹 加上周身独特的气质 不管她位置高低 她永远是人群中 最显眼的那一个 即便她落魄了 她朝我走来的时候 我只觉得呼吸困难 心跳加速 她走近了 见我憋红了脸 有些疑惑 怎么了 没 没事 我喘了口气 拍了拍脸 这里面有点热 热 傅振亭挑眉 这里面冷气打得很足 求不要拆穿我了好吗 我还要一点脸 好在 傅振亭点到为止 对我说道 这身怎么样 可太好看了 就是价格有点不美丽 好看 你穿什么都好看 我实话实说 小马屁精 既然傅振亭决定了 那我也得鼓足勇气付账了 结果傅振亭拒绝我 笑道 我之前在这里充了一些钱 还没花完 不需要动用你的资金库 哇 小姐姐查一下账户 先生 这套西装是八万七 扣除之后 您账户还有六十八万 您是要继续充值吗 我手里的咖啡 差点砸地上 六 六十八万 暂时不充 傅振亭说道 我记得 你们有旗舰女装店 有的傅先生 导购员微笑 傅振亭抬了抬下巴 给他挑一套好看的 我换衣服的时候 拉链拉不上 我下意识叫导购员 小姐姐 能帮我拉一下拉链布 谢谢 有人轻轻把我拉链拉起来 但并没有出声 我扭头 打算说声谢谢 结果和傅振亭撞了个正正 笔尖对着笔尖 只差一点点就吻上了 我赶紧跟猴一样 跳开 怎么是你 他们有事情 我狐疑地看着他 这可是品牌专卖店 客人至上 客人换衣服的时候 导购员小姐姐 都得在外面守着 哪里有离开的理由 肯定是傅振亭直开的 傅振亭直勾勾地盯着我 眼里掩饰不住的经验和欣赏 不好看吗 好看 他似是回过神 轻轻点了点头 很美 可不兴拍马屁呀 你别安慰我了 我妈说我五五身材 穿啥都不好看 那不是五五身材 那是娇小 娇小的女人 穿什么衣服 都有种小鸟依人 让人产生保护欲的感觉 看看 看看 会说话的人 就是不一样 我被安慰到了 但咨询了一下裙子的价格 我又打退堂股了 还是算了吧 太贵了 导购员可不放弃这个赚钱的机会 老公给老婆买衣服 怎么能算贵 对不对呀 傅先生 我 我不是 傅振亭却不给我反驳的机会 直接去付账了 从商场回来 闺蜜打电话过来 宝 你准备好了吗 明天晚上七点 凯撒大酒店 我看了一眼去浴室的傅振亭 有气无力道 为了所谓的面子 我们今天大出血 我捂着手机 小小声道 现在傅振亭破产了 还要为了我称足面子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他了 把自己洗白白 躺床上不就好了 你是不是忘记 我们离婚了 离婚不还能复婚吗 你们都住在一起了 进水楼抬仙得月 兔子还吃窝边草 闺蜜张口就来 这什么河什么 我洗好了 热水已经帮你放好了 傅振亭擦着头发出来 我看他一眼 立马脸红心跳 他为什么不穿衣服啊 他似乎也察觉到我的异样 轻壳一声道 我刚刚忘记 把睡衣带进去了 抱歉 啊 没事没事 我捂着眼睛 但还是忍不住从指缝看他 快去吧 待会洗澡水凉了 傅振亭也不拆穿我 大大方方地展示他娇好的身材 洗澡的时候 我想着闺蜜的话 经过这段日子的相处 我很明白自己对傅振亭的感觉 我喜欢他 估摸着也放不下他 只是我担心他的初恋回国 到时候我会被他抛弃 我不想让自己失去主动权 就算离开 也要潇潇洒洒 可我发现 喜欢一个人是潇洒不起来的 如果傅振亭没有初恋就好了 我刚洗完澡 突然啪的一声 停电了 我衣服还来不及穿上 我衣服还来不及穿上 傅振亭的声音 在浴室门口响起 停电了 你没事吧 啊 我没事 我手忙脚乱捂住自己 但转念一下 傅振亭是君子 怎么可能会突然闯进来 退一万步说 就算进来了 现在乌漆骂黑 能看到什么 我松了口气 准备穿衣服 结果脚下一滑 摔了一个四脚朝天 傅振亭听到声音 声音变得焦急担忧 林嘉宜 你怎么了 我缓了半天 才说到 我摔倒了 好痛 门被人打开 黑暗中 傅振亭的声音传来 别怕 我在 摔到哪了 屁股好疼 我眼泪都快飙出来了 傅振亭给我裹上衣服 即便是在黑暗中 他身上的气息 依然钻入我的鼻息中 他和我用的是 同一个沐浴露 这种感觉很微妙 一不小心 他的指尖碰到我 我颤了下 他吻了吻声音 抱歉 很快 120到了 专业人士将我抬上车 傅振亭陪着我 傅振亭 你说 我会不会瘫痪啊 我刚刚这一摔 觉得腿都没知觉了 想到自己以后 只能坐轮椅 变成一个无法自理的残疾人 我眼眶一热 眼泪和标签一般掉下来 呜呜呜 我是不是要残废了 我以后怎么办啊 傅振亭握住我的手 沉声道 放心 你不会有事 即便你有问题 以后我照顾你一辈子 真 真的吗 我什么时候说话 不算话过了 我认真想了想 还是抽回手 还是不要 我不想连累你 旁边的医护人员 还是忍不住了 小姑娘 你放心 你不会有事 一系列检查过后 医生说我没什么大碍 我松了口气 不用坐轮椅了 明天的同学聚会 你还要去吗 傅振亭 还是有些不放心 要不推了 还是去吧 我没事 不去的话 会被闺蜜大卸八块的 她向来说到做到 傅振亭点点头 好 明天我一定给足你面子 一日 傅振亭有事情 要耽搭一些时间 我被闺蜜催狠了 便先去了 反正我这边打车过去 也很方便 刚到酒店 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 便传来 哟 这不是林佳怡吗 你今天穿得还挺时尚 不过这一身给你穿 我闺蜜怒瞪她 咋的 陈尖尖无嘴笑 有点糟蹋 闺蜜想上前四踏 我拦住了 别和傻瓜论长短 我说 闺蜜 深吸口气 但是我还是想抽这个傻逼一顿 我知道 闺蜜是为我打抱不平 我们和陈尖尖 是高中同学 陈尖尖 站着家里有一点钱 总是想方设法欺负弱小 因为我看不过去 替别人说了几句话 从此之后 她的霸凌对象 就换成我了 如果不是闺蜜 这个跆拳道时段护着我 攻过着我高中三年 会过得异常艰难 想起过去的事情 我也是悲愤不已 但 我又能怎么做 哇 那辆黑色的车是谁的 太酷了 我们寻声望去 见一辆从未见过的黑色跑车 缓缓朝着我们驶来 闺蜜也激动了 我去 这辆车 不是我前天发给你看的 全球只有一辆吗 我保眼服了 真不知道车主是谁 话音刚落 车停下 车门打开 一个高大的身影走了出来 我和闺蜜齐齐傻眼 因为那人不是别人 正是傅振亭 她静止走到我面前 温柔浅笑 同学聚会 我迟到了吗 身边都是倒抽一口凉气的声音 沉尖尖的脸色 尤为难看 我将傅振亭拉到一边 小小声道 只是参加同学聚会 你从哪里租来的车呀 这车如果不是高仿 那全球只有这么一辆 你今天就负责吃吃喝喝 其他事情你不用管 她轻尼地揉了揉我的脑袋 吃饭的时候 我坐立不安 因为全程 沉尖尖都在针对傅振亭 傅振亭之前是名人 是新贵 这大家都知道 但她破产的事情 大家也知道 沉尖尖不亏和她名字一样 尖酸刻薄 直到傅振亭破产之后 各种dis她 在饭桌上阴阳怪气 哎呀 这不是林盛集团的副总吗 哦不对 林盛集团已经破产了 现在不应该叫你副总了 我还没发作 我闺蜜已经跳脚了 沉尖尖 嘴巴不需要 可以捐给有用的人 哦不 你那嘴喝了披霜 谁要用 我在心里默默点赞 骂得好 沉尖尖冷哼一声 一秋之河 跟你们同桌吃饭 真是拉低我的档次 我实在忍不住了 对了回去 档次不是靠你 背着几万的包 带十几万的钻石来衡量的 就你这种不尊重别人的人 我们才不屑和你一桌子吃饭 说完 我左手拉着闺蜜 右手拉着傅振亭 准备离开 是我大意了 就不该来参加这个同学聚会 害得傅振亭跟着我受屈辱 你说什么 陈尖尖哪里受过这种委屈 下意识抓起桌子上的碗筷 朝我砸了过来 玉器中的疼痛并没有传来 我睁开眼睛一看 傅振亭抱住我 替我挡下了 她俊脸阴沉如雪 冷冷地看着陈尖尖 我靠 你还敢伤人 我闺蜜反应过来 气急了撸袖子 老娘今天不把你揍了满地开花 我就不是人 我赶紧去拦闺蜜 这要是真打了 以沉尖尖颠倒黑白的能力 肯定不会给我闺蜜好果子吃 何况她还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爸爸 否则她也不会如此嚣张 你们在干嘛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我们齐齐寻声望去 是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我从电视上见过她 好像是个富二代 亲爱的 他们欺负我 沉尖尖捏着嗓子过去 攀住人家的手臂 得意洋洋地望着我们 就他们三个 谁欺负谁啊 我闺蜜不服气 男人看到傅振亭 脸色顺变 傅少 傅少 傅振亭冷冷地看了男人一眼 这你女朋友 男人迟疑地点了点头 很好 傅振亭勾唇冷笑 陈尖尖女士 你等着收律师函 至于你 我们的合作得重新考虑考虑 说完 傅振亭走到陈尖尖面前 抬手 一个巴掌猝不及防甩了过去 全场愣住 闺蜜惊呼 我也惊住了 傅振亭是一个绅士 从来不会对女人动手 可惊天她 沉尖尖捂着脸 不敢置信 你居然打女人 傅振亭整了整袖口 眼神伶俐 我从来不打女人 但今天破例了 当年你是怎么欺负我嘉怡 往后我会如树奉还 闺蜜振臂高辉 傅老大威武霸气 傅振亭对她头去 有好一笑 接着走到我跟前 拉起我的手 宠溺微笑 这里饭菜太烂了 我们晃的地方吃饭 我傻乎乎的 让她牵着走 刚刚全程看戏的男人 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追了上来 傅振亭转身 对她皮笑肉不笑道 再进一步 后果自负 坐上车之后 我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他为什么叫你傅少 他不是破产了吗 可那个男人 对他毕恭毕敬 一点都像是 对待破产老板的态度 傅振亭静静静地看着我 须于叹了口气 嘉怡 其实我有一件事情 一直瞒着你 怕你生气 所以我一直没敢告诉你 什么事情啊 我的确破产了 但我也是富士家族的继承人 我 他继续道 我早早出来创业 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好不容易做大了 可我父亲不满意了 他认为我必须回家 继承家族企业 所以按中使手段 将我公司弄垮 让我乖乖回家 嘉怡 我不想瞒着你 但你质疑要和我离婚 我不知道该怎么让你知道我的心意 所以我 刚刚还气场十足的大男人 在我面前卑微地道歉 对不起 如果你生气 可以打我骂我 我咬唇 我最讨厌别人骗人了 他愣了下 眼中闪过慌乱 对不起 嘉怡 不过你刚刚替我报了仇 好爽啊 咱们扯平了 傅振亭松了口气 你不知道 我早就想抽他了 可一直没勇气 谢谢你帮我打了这一巴掌 我多年的怨气终于消失了 傅振亭刮了刮我的鼻子 原来我老婆这么记仇 看来以后我要小心一点了 不能得罪你 我终于反应过来 红着一张脸 谁 谁是你老婆 我是你前妻 而且 你不是有个初恋 还要从国外回来吗 初恋 傅振亭 见眉微拧 我哪来的初恋 我的初恋不是你吗 说完 傅振亭握拳倾咳一声 我的意思是 见我一副瞠目结舌的样子 他叹息一声 我真的没有什么初恋 也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脑补了什么 我这辈子 第一次对一个女人动心 那女人就是你 我咽了咽口水 你对我一见钟情 啥时候啊 那次我去看奶奶 见你笑的牙花子 都露出来那一次 我 说这话 傅振亭从口袋中掏出一个盒子 打开 里面是闪闪发亮的钻戒 他眼神真挚 林佳怡 你愿意再嫁给我一次吗 我迟疑 可是我们身份并不匹配 之前答应你 是因为完成你奶奶的愿望 那你就不想完成我的愿望吗 傅振亭眼神炙热地望着我 可我 我说不出话了 因为他用行动堵住了我的嘴 他缓缓退开 眸光如水 如果你不答应 我只能打光棍一辈子了 这么狠的吗 傅振亭很懂得以退为进 好 我不逼你 等你想通了再告诉我 二位大哥 不是让我想通吗 怎么大半夜就跑到我床上来了 对此 傅振亭很无辜 地上有蟑螂 我拿着拖还走到客厅 在哪 傅振亭服额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 大不了咱们拿枕头挡在中间 我吸你个鬼 但 下一刻 一只大蟑螂 大摇大摆地跑了出来 我一个拖还让他毕竟然 傅振亭看着我 你看吧 我没有骗你 晚上 我和傅振亭睡一个床上 中间 隔着胡萝卜长枕 晚安 傅振亭望着我 做个好梦 啊 他眼神都快拉丝了 我赶紧捂住被子 晚安 一日 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和八爪鱼一样 扒在傅振亭身上 吓得我搜得弹开 傅振亭一脸无辜 抱也抱了 是不是要对我负责了 呜呜 他套路人 半年后 我和傅振亭举办了婚礼 我以为傅振亭的父母 不会接受我 但相反 他们和喜欢我 傅振亭也同意 回去继承家业 因为他说 他需要养老婆 回去那天晚上 我告诉他 你不需要为了我做牺牲 如果你不想回去 我很好养活的 我自己也可以赚钱 但是 我就怕他 由奢路减难 傻瓜 他轻轻摸了摸我的脑袋 吻了吻我的额头 我很乐意 一年后 我生了一对龙凤胎 一家上下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傅振亭却拉着我的手 老婆 你辛苦了 不辛苦 对了 你看过孩子了吗 他愣了下 我忘了 孩子满月之后 傅振亭将我打抱到一个小岛上 放松放松 可我天天和娃视频 傅振亭终于怒了 他一脸委屈 老婆 究竟是我比较重要 还是孩子重要 我汗炎 还有和孩子吃醋的 我捧着他的脸 你们都重要 都是我最爱的人 此生 唯你而已 我也想说 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沦陷了 连孩子叫什么名字 都想好了 我